吃飯 歡迎來到台灣媳婦在美國的滷肉廚房 今天我要做的是素火雞 準備的材料有新鮮豆包 馬鈴薯 紅蘿蔔 香菇 猴頭菇 素火腿 還有 油豆皮 先將豆包切條 香菇 猴頭菇 還有 素火腿 全部切小丁 煮一鍋水 水中加鹽 胡椒粉 把切好的豆包條放進來 煮滾後熄火 把豆包 撈出來 瀝乾 鍋中放油 先炒香香菇和猴頭菇 香菇和猴頭菇炒香後 加一點醬油 把素火腿 把素火腿 還有紅蘿蔔 放進來炒 加入馬鈴薯冰 繼續炒 加入燒焗粉 鹽 胡椒粉 五香粉 煮到馬鈴薯 有熟 像這樣子 沒有裡面 沒有白白的 看就可以關火了唷 準備一個 擠豆漿的布 放 把豆包擺上來 放上線 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盡量把它弄結實 用力把它弄結實 拿去蒸外鍋一杯半的水 蒸出爐 蒸出爐了 先放旁邊 準備四大匙的麵粉 加水 拌成麵糊 拌成像這樣子的麵糊 準備四張豆腐皮 均勻抹上面糊 再鋪上一層豆皮 再均勻抹上一些麵糊 再均勻抹上一些麵糊 將它打開 美麵糊 美麵的 放在上面 捲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唷 鍋裡 鍋裡放油 等油熱 把束火雞放進來 煎到每一面都金黃 就可以起鍋了唷 出爐了 就可以切來吃 是不是很容易呢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簡單做菜 輕鬆開飯 健康無負擔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